首先,将蓝牙无线传输模组安入深薄感应器内 用双手握住深薄感应器,感应器会自动启动 检查两只手的手心是否接触到感应器其中一面的金属部分 打开相关程式,将深薄感应器连接到平板电脑 在程式里面,减选合适的数据收集模板 请同学双手握住深薄感应器,并且静坐两分钟 两分钟后,点击开始按扭 开始记录同学运动前的深薄率 记录一分钟的数据,然后点击停止按扭 接着,请同学原地跑步 开始记录他运动时的深薄率 记录一分钟的数据,然后点击停止按扭 请同学停止跑步,并且坐下 同时开始记录他运动后的深薄率 记录一分钟的数据 最后,找出受试同学在运动前、运动期间 和运动后的最低、最高和平均深薄率 用表格形式展示结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